火车不只是送往迎来的交通工具 更串联了各地文化、经济、历史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铁道故事馆带你从铁道的故事 穿梭台湾的历史 Supery 99.1大签电台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慈 节目当中还有就打狗译 故事馆的馆长古廷维 廷维你好 大家好 希望带大家从轨道的故事 穿梭台湾的历史 那么连续以来 我们从台湾轨道纵贯线的北段开始讲 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集数当中 我们也请廷维帮大家稍微科普了整个台湾轨道历史的发展 跟世界轨道历史的一个发展 做了一个浅显的认识 那么一路走来 从这个谈到了台湾铁道纵贯线 然后一直到北段 我们讲过了 然后现在我们进入到的呢 是这个台铁 我们可能俗称的所谓山线跟海线的部分 那在此之前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这个丰富到三亿 那么今天我们正式呢 要进入到三亿到厚里的这一个阶段 同样是在我们台铁新山线的段落 那但是我还是要邀请廷维来帮我们科普一下 一些火车的尝试跟知识 我记得我们早先的集书里面 我曾经有问到说 在火车车厢的外壳 会有一些看似你很懂的部分 但是其实你评不出来的火新闻 那廷维有跟我们介绍过 他其实有他各自的意义 也有类似一点点像是 摩斯密码那种感觉的存在 那是台铁的工作人员 他们懂得识别每一种车厢 或者每一种车款 他们的任务或功能不同 好了我们在车厢的外壳方面 除了有看得懂 但是拼不出来的不扑摸之外 有一些载重还有皮重 还有空重还有总重 总重跟载重我大概可以理解 皮重我为什么要知道 那个铁皮到底有多重 各自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皮重的确是那个铁皮有多重 就是要讲 其实这个都出现在比较多货车上面 那皮重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空车 比较精确的重量 所以你会看到写皮重的这里是 小数点以下二位 哦 它是四个数字 中间是一个小数点 所以它是只是要让你知道它 比较精确的重量是多少 那所以其实它会跟空重几乎一样 那其实它就是四舍五入 有时候是就是就是它会去省略小数点后面 对那整数跟保留小数点以下的意义是什么 它会影响到我载重是吗 不会它载重也是另外一个数字 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讲的是空重 载重跟种重嘛 所以这三个很显然它是有关系的 就是A加B等于C的这个概念 因为空重加载重也就是种重 就是它最大可以 最大的 对可以装多少 最后种重是这个重量 那皮重它其实只是另外一个数字 它是要让你更精确的知道它到底是多少 所以食物上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就是知道它载重是最重要的 那因为其他你种重这个都是要让火车头 就是火车司机知道我今天这一粒的车到底多重 所以所以需要有这些数字 那那皮重其实就真的只是车皮 车就是车皮就是 它的壳 对就是这个火车它本身的比较精确的重量 所以我这样子一趟列车下来 每一种不同款式的火车头 它可能能够拖拉的这个重量都不相同 对不对 对对 最重可以到多少 对对 也很难讲 就是像我讲像说蒸汽火车好了 因为现在的火车力气都很大 台湾的整气火车最大就是一千五百吨 嗯嗯嗯哦 但是因为这个重可以拖多少重量 对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嗯 的原因是如果我今天要爬山 嗯 那它就减少了 哦 所以爬每一个地方 嗯 所以会造成它不一样的结果 嗯嗯嗯 所以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差异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重量是很重要的 嗯嗯 因为前车道就我们在上一集有聊到过 所以火车道三线 到苗栗可能要加一个火车头在以前 那在哪里要加一个火车头 是取决于前面的坡度 如果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 以再另外一个条件是 火车超过一定的顿速的时候 只要这一班列车超过这个顿速 那就要规定 我就是要再加一个火车头 那这个火车头是要加在前面 或加在后面也都会有一个模式 因为我在想说 哇塞那个火车头如果说 它没有一定的这个动力可以去拖拉的话 因为它拖拉别人 它自己的重量要算进去 对不对 它其实这个都是算好的啦 对对对 那它后面可以拖多少 这样其实都是照他们的运转的规章 其实它都是有严密的去设计好 在哪一些路段 那我就要做哪些事情 其实这个是很精密的 在这个设计上 那我们在讲说山线的这个部分 所谓的这个山线或者海线 我们早线的技术里面有跟大家讲说 原本其实我们的所谓重干线 也就是只有走山线 那只是因为早期的山 也真的是太难走了 所以才会有其他的一个需求 我们辟了一条 我们现在俗称的这个海线 那后来又会有这所谓新山线出现 是因为旧山线真的是太陡峭啦 或者是有一些工程上面的难度等等 我们改线有了现在的这一条山线 可是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从早先在北部也好 或者是进到中部也好 凡是碰到一些山市比较陡峭 或比较不好走的路段的时候 玉山凿洞或玉山爬山 它其实就是依照山市行走的一条路线 可是讲到隧道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这个隧道 不管是公路的隧道 或者是火车的隧道 好像都是以这个所谓的洋灰水泥为主 可是早期不会有洋灰水泥啊 早期应该是砖头吧 其实这个就是材料的进步而已啦 就是现在就是其实叫做钢筋混凝土 对 就是水泥 那在钢筋混凝土还没有那么成熟 或说比较容易买到的时候 然后那当然当时的建材就会是砖块 除了砖块还有石头 所以就有砖跟石这两种 可是像他们搭起来像若以砖头好了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到某一些文化园区什么 他们可能会有让我们做砖头去堆叠啊 堆出各种造型 可是它是隧道基本上就是圆拱形 它不会是那种像门框一样是四十方方的 可是它堆成圆拱形 又当这个隧道长度有一定的长度的时候 那在当时的工程是不是 工法是也蛮困难的 还是说我们现在如果看到一些废弃 但还是有被保留下来的隧道的时候 我除了去里面感受一下银森的气氛之外 我还有什么可以欣赏的 其实它因为红砖本身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因为它的颜色很好看 那红砖它其实也是很古朴 那其实在台湾这种砖造的东西是越来越少 可能一方面大家就是都误会觉得它很危险 所以就会比较 为什么 因为觉得它不是钢筋或凝土就比较危险 对 所以大家只好去国外看 所以我们去英国去哪里 很多很多这种红砖的建筑物 那它其实一样它就是这样砌起来啦 所以但隧道用隧道砌起来的像是隧道口 我觉得红砖的就特别的漂亮 好像是苗栗隧道 就是我们最近这几集有讲也经过苗栗 然后也提到新三线旧三线 新三线在三亿到厚里到丰园最有名 其实最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当然是工程最难的 也是因为它新跟旧的差异是最大的 那其他的路段 像是我们前面的集数讲到的铜锣 就像竹南一直到三亿好了 新三线就在旧三线旁边而已 你就是搭火车就可以看得到旧三线的东西 那你搭火车看到的旧三线的桥梁跟隧道 很多都是红砖起起来的 不管是桥墩还是桥台或者是隧道 像苗栗隧道 苗栗隧道就是 这个又要讲一次 就是苗栗隧道就是在苗栗火车山不远处 茂黎山公园下面被取名字叫公围序隧道 这也是莫名其妙 因为它是隧道上面为了纪念这个山洞的工程 题字写的工围序三个字 不是说它的隧道就叫做工围序隧道 就像施求领隧道也有题字叫做旷雨天开 可是我们不会把它叫做旷雨天开隧道 这太奇怪了吧 所以它就叫做苗栗隧道 所以希望苗栗当局可以 帮它证明 对对对 可以好好的让它用自己的名字见人 那它其实就是有砖造 所以其实砖拱很美 砖拱非常非常的美 因为它是用那么小的砖块 一个一个去把它叠成一个 叠成一个弧形 那其实在工程上面 其实几乎没有差别啦 就是有一些 一开始比较老的隧道 最老的明治时代的 可能就是整个都是砖器 那到了后来 可能混一些食材 就在比较低的地方 用食材的方式来去节省砖 如果这但这都是取材 容不容易的问题 就我们前面也提过说 以前在盖中冠线非常痛苦 就是甚至没有 甚至没有砖摇 对 那很多砖还要从日本进口到来 哦 台湾那个时候没有砖摇 对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当然开始有了 那你自己烧也来不及 因为 量要很大 一块 对 一块砖块这么少 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这么长 所以那是好几万个 好几万个砖的这个用量 那所以基本上一样 它就是一个 一个拱形的面这样子 但是有一个差别是 如果这边地质是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那它的厚度就要增加 你说砖块的厚度吗 砖块是一样的嘛 所以所谓厚度就是几层 哦几层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砖拱的这个结构 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更强大的支撑力 那我没有办法绑钢筋嘛 所以我那我当然就是 更多层钻 可能三层五层七层 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其实对 就是好几万个砖 嗯嗯嗯嗯嗯 哇 之前台湾没有砖摇哦 在日本时期那个时候 当然当然不是 不是说完全没有砖摇 对 但是就算是有 它可能也是 它的技术是比较 要不好的 对就是比较简陋的 勘用的 可是我今天是要到一定程度的 强度的这个砖 附和不来 所以像像是这个所谓的台湾炼瓦 主持会社 就是在日本时代的中期开始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那当然它的前身就更早就在台湾了 所以就是这些高级的 比较高级的砖 在最开始新建台湾 在台湾 静态化的开端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你当然还要紧急的来设置这些窑场之外 不够的你就只能从海外进口 就连红砖都要进口 哇 这很胸奔耶 好 铁道故事馆 我们到下个阶段回来继续聊 苏本尔街九点一大签电台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词 我旁边还有我们旧大狗翼故事馆的馆长 古廷伟 我们过去曾经在节目当中 有谈到说台湾的这个轨道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那当然历经了破坏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日本政府也是把台湾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那包含那个时候 其实日本政府就在台湾 那在经过战争之后 当然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重建期 可是随着这个战争的数量 越来越少 虽然不及是太平盛世 但至少没有过去那样子 动不动就有飞机 飞弹飞来飞去的状况之下 虽然战事稳定了 不过在台湾的地理环境当中 有一个截至目前为止 你也不用想去克服 也没有办法预防 你就只能接受应对跟应变的 那就是地震 那像在早先的起初当中 廷伟也有跟我们分享到 所以有一些的这个轨道设施 其实是在某一些重要或重大灾害的地震之后 再重新改建的 那是不是也请听伙 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哪一些的这个轨道设施 是在某一些重要地震之后 我们重新改建的 或者是被破坏了 那之后却没有重建成的 就这样子的可能就废除了 有吗 其实我们在台湾历史上有名的地震 近年的话就是921 但是这是1999年也没有那么近年 那在921 921当然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印象还深刻 然后也知道他伤亡人数是相当的高 但是以死亡人数来说 921居然不是第一名 在台湾历史上 死掉最多人的 最多人罹难的 其实是我们在前面的几一数 或者是刚刚也有讲到的 就是新竹台中大地震 那新竹台中大地震是1935年4月的时候发生的 那这个地震其实它正央就在关刀山附近 关刀山就是三亿 三亿的这一带 那正央在这边然后规模是7点多的 所以是非常的严重 那那时候所以接近就是等于说整个中部地区 它叫做新竹台中是新竹台中州 在当时也就是新竹苗栗 就是苗栗跟 就是主要是苗栗跟台中 当时因为苗栗是新竹州 那主要是苗栗跟台中 所以苗栗跟台中 就是这个中部最接近的铁道就是 三线以及海线 对对对 海线也是 那所以其实三线跟海线就整个中断掉 完全中断 完全中断 非常非常厉害的中断 而且就是那种轨道错取啊 所谓轨道错取是让它变成一个S型的 就整个也都裂掉一位吗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技术也讲过 铁轨是很硬的 但也很软 我们看起来它表面是一个很硬的钢铁 但是实际上像是这个地震发生 它一直这样子水平的摇晃之后 铁轨就会被摇成就像拉面一样 拉面 对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前面也 也跟大家介绍过说 铁轨下面的石头 对 它就是铁轨的海面 对 那石头这么硬 就这么硬的海面 所以铁轨就是这么硬的拉面 所以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拉面的表演 面可以拉长 可以弯曲 铁轨也一样 当然地震的力量没有办法抓着铁轨 让它拉长 这个地震做不到 可是地震可以做到就是摇动 它就会变成整个是蛇形的 S型的样子 那这种钢轨 这叫钢轨错取 在去年也发生过 就是池上的地震 那我们那时候台东线铁路也是非常非常的惨 那不只是 大家可能新闻上有看到 有看到像是桥断掉啊 桥倒掉 其实铁轨的受害也是蛮严重的 就它都整个错取了 就是变成这个S型 那1935年地震一样 三线跟海线 尤其是海线 很多这种错取的现象 那其实它整个路基就都被摇坏了 实际上是你就要整个整个重建 那三线更不用说 三线铁路就是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三溢到厚里再到丰源 是最后完成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 就今天讲的旧三线的这个路段 它本来工程就很困难 所以它中间的隧道跟桥梁 都受害的非常非常严重 对我突然想到 1908年纵贯线全线通车 然后1935年就摇坏了 对其实它非常的 我突然想到 时间这么短 非常的短 那其实在这一段路线 就是讲三溢到经过盛兴 到泰安到厚里 这段路线里面有两座 应该是说有三座大桥梁 一个叫做于腾平桥 一个叫内设川桥 再来一个叫大安溪桥 这三座桥里面有两座坏掉 但大安溪桥蛮厉害的 它是后来被水灾有影响 它地震它没有坏掉 那于腾平桥就太有名了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这座桥 它就是红砖的砖拱 它也是用红砖做的 对就龙砖断桥嘛 对对对 它就断掉了 因为地震的关系 那为什么它要做红砖的砖拱 为什么 它绝对不是因为为了漂亮 要盖一个金棺桥 因为那个时候原料没有水泥吗 对因为钢筋水泥是没有 那所以呃 但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就不要做砖拱 但是因为钱不够 没有那么多钱 因为钢铁是非常贵的 这个我们从这个节目以来就常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不惜福的年代 就因为我们真的忘记了 就是因为我常举的例子 就是即便是一个自行车道的高架桥好了 它都盖的酬用车 好像双脚啊 胖贵都没有问题 都都都都都可以承受得了 可是它其实只有服务脚踏车 跟人的重量而已 就大家已经忘记那个过去钢铁 是多么昂贵的东西 那在纵冠铁要兴建的时候 就是因为钢铁非常的昂贵 所以在鱼藤坪桥这个地方 那时候的工程师觉得 因为我的溪水很窄啊 鱼藤坪溪非常的水流 没有那么湍急 而且非常的小 那我就在 在这个中间溪水的部分 在做铁桥 整个跨过去就好 在其他比较像陆地的地方 我就做高架桥 那这个铁桥就用钻购 省一些钱这样 那它的下场 就是在遇到大地震的时候 它就断掉了 那另外一座叫做 内瑟川桥 这在哪里 内瑟川桥就是 鱼藤坪桥在过几个山洞之后 下一座桥 现在是鲤鱼潭水库 鲤鱼潭水库下面有一座铁桥 那这个铁桥是地震后才重建的 就像鱼藤坪桥一样 因为它就整个毁掉 所以就被废弃掉了 直接在比较西边的地方重新盖一座 那内瑟川桥它也是重新盖一座 那内瑟川桥就有点困扰 为什么 因为内瑟川桥 我们先讲 内瑟川桥它为什么坏掉 它原本的桥墩 它非常的高 它是当时日本国内 算是数一数二非常高的一座桥 那它的桥墩是像金字塔一样一节一节 由胖到瘦这样子 那后来地震的时候 它就从这个一节一节 最细的地方掉 就从分解的地方裂开了 但它其实桥没有垮掉 实际上这座桥是 它的设计的时候就知道它 就已经设计 他们当时就知道 台湾是一个地震的地带 就已经有研究过 还找了地震专家来确诊说 就是要防震抗震这样子 那但是这一个新竹台中洲大地震的震度 超过了他们的设计 所以它就还是裂掉 但它没有垮掉 所以其实这个桥它发挥了 当初就已经赋予它 算是厉害了 就是它已经是达到它计算的结果了 没有错 但是就真的是超过了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地震 那但是这座桥要改建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像于藤兵桥一样 在隔壁重盖一个铁路的原因是 因为内设川桥的北边是隧道 南边也是隧道 对 那隧道的南边就是大安西桥 全部都是接在一起的 并没有什么隔50公尺 没有就全部都是直接接在一起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但是如果我今天 我但是如果因为现在内设川桥要重建 对 我们我就没有办法在隔壁重建 哦因为 哦因为隧道对隧道你中间 哦对对对 因为我就要变成 嗯 重做一座桥我就要附带重做南边跟北边的隧道 再附带再重做 因为你不可能就是 更南边的桥 那刚有说其实钢铁很贵 所以大安西桥这么大600米的 对 它是好的 你就不会去放弃它 对 那而且当年那个隧道本来就很不好挖 所以就是 只能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内设川桥 的原地重新盖一座 这个就是今天看到的在驴滩水库 下面的这座铁桥 但因为它是在完全一样的位置 所以 新的桥盖好之后 旧的桥就整个拆掉 拆掉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个内设川桥的遗迹 就只有 最有名的就是隆藤断桥 那为什么叫隆藤断桥 对 因为它断掉了 因为它是 为什么是隆藤 对 因为它就是三亿乡的隆藤村 哦 所以把它灌一个名字叫做隆藤断桥 那其实就是 它原本的名字叫做鱼藤坪桥 嗯嗯嗯嗯 所以你刚才讲说 鲤鱼藤的这一座桥现在是可以人车通行的吗 现在因为台铁暂时没有要行驶旧山线的火车 所以这座桥是停用的状态 所以它也没有改成比如什么自行车道或人行道 目前是有一个旧山线的自行车 它是从盛兴可以一直就快要到 快要到内设船桥 但没有到到鲤鱼国小的上面而已 就还没有到 没有过这样子 当然其实以旧山线来说 对 它是纵冠条最后通车的地点 嗯然后它中间的这些土木工程 对 隧道跟桥梁是 这些古老的隧道桥梁是蛮经典的 对 那它又是纵冠 它其实可以 完全的代表纵冠线的 整个通车的这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旧山线 嗯嗯嗯 因为它就是最后完成最困难的 嗯 所以其实还是蛮希望 这个地方是真的可以打火车 嗯嗯 真的打火车来去感受这一段 当时的那一条路 当然这一个现在的所谓的旧山线 对 它也经过了1935年地震之后 嗯的重新的改建 嗯嗯 就桥梁有的地方有换位置 那隧道呢 其实当初都是砖造的隧道 对 跟你下去看 因为几乎没有 只有盛兴火山旁边 嗯 北边那一个是有 还有一边是砖的 砖造的样子 嗯 那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所以全部都经过补墙 嗯 在1935年的地震发生之后 嗯 补墙 所以因为钢筋捆凝土已经 有了 也非常的常见了 嗯 所以很多地方都去做修补 我记得这一段旧山线之前 好像有开过什么所谓的观光 其实曾经有观光列车啦 对对对 就这个是蛮可惜的 就是没有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嗯 因为当时有点不上不下 到底谁经营 到底 哦 到底怎么做 其实一直都 一直都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规划 嗯 啊结果就结束了 就停了 其实是蛮可惜 虽然在我们在国外的话 大概不太不太会看到这么的残忍 就把它停掉 的对待一个这么重要的历史的铁路 我们在国外也看得到这种铁道自行车是没有错 对 但是不会用在这里 嗯 就是其实有点浪费 浪费 可惜的这个这么这么厉害的一段铁道 嗯嗯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旧山线哦 其实三亿这个地方不管是新的山线或旧的山线 都跟三亿大有关系 不过我看那个资料照片好像早期就是最早的这个三亿车站 它好像是木造的一个建筑 跟我们现在去看到的是那种水泥建筑不太一样 它是因为那个站或者车站本身有改位置 还是说它是可能又是地震过后再重新建造的 我们到下一个阶段回来再请廷维来跟我们做分享 Super 99.1大千电台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慈 在我身边呢 还有就打狗异故事馆的馆长古廷维哦 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走到的是新的山线 新山线的三亿到后里的这个段落 那么前面其实我们也谈到了 包含在这个台湾的轨道历史当中 其实除了说战争的影响之外呢 也因为台湾在地震带上 所以在大型的地震过后 想当然可能会针对我们的轨道 会有一些的伤害 伤害或轻或重 那在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山线的这个部分呢 刚才庭委也跟我们介绍到了 因为在山区 那再加上它可能原本的工程 就不是那么的容易的状况之下呢 在这个地震过后 其实有很大很严重的一个损伤 那当然后来就是慢慢的这个复建成功 不过谈到了三亿这个地方 其实不管是新的山线或旧的山线 注重老车站的时代啦 地方上也可能无法着力 所以就车站就被很多是被拆掉了 就是旧车站被拆掉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那都是因为觉得旧的建筑可能 例如说空间不够大 或者是建筑老旧 尤其这些尤其是木造的 大家就觉得木造的就是就是不好 过去就是会这样觉得 我们不会觉得现在木很珍惜木头的房子 就算就算它是很新的一个度假村的小木 我们都觉得哇太漂亮了 过去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木头房子就不好 那又不好照顾 当然或许也是确实是这样 那所以很多车站就几乎就是大部分车站都就是没有保下来 所以这个都是在1990年代以前 就陆续的全部全台铁的老车站就是都拆掉 以拆掉为主 那到了1990年代才被拆掉的不多 因为都已经快要拆完了啦 所以我们前面其实有谈过的像是旗鼎火车站 那还有像南部的新式车站 那还有像宜兰县的这个暖暖车站 都是到了1990年代才不幸的来不及 所谓来不及是说大约1995年的时候 大家开始注意到老车站的保存 然后是大家的回忆啊等等的 那还有一个可惜的就是三亿啦 他没有办法 他其实一直活到1990几年 然后都还在服务旅客 但是他还是被决定要拆掉 那但是后来没有拆 因为被移到了某个度假村 某个游乐区 那游乐区现在 整个站体被移到 就是木头的房子 被被牵走 这个这个例子就跟新北头车站一样 那新北头站也是被移到 移到游乐区里面去 那所以就意外的有被保存下来 那只是说还是用了一个新的水泥的车站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站 现在的三亿车站跟那个木头房子是不同位置 那当然其实在隔壁而已啦 等于还是同一个车站是没有改过位置的 是车站的站房有换过位置 对那本来在木头的木灶山移走之后 曾经是有另外一栋水泥 看起来很像临时站 蛮像的 那为什么不就在那边原地重建就好 为什么还要搬到旁边去 我们在铁路的改建的时候 时常是没办法在原地 哦 因为原本的地方还要用 哦 我没有就是其实就会穿着衣服改衣服的时候 我会我会很很麻烦 因为还是有人要进去 这个车站还是要卖票还是要办行车 所以通常会在旁边再盖一个新的很常见是这个样子 对就好像说某个火箭要高价化 对 可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场合是旧的车站 其实根本不用拆掉 对 他就在旁边盖一个 使得动线都改变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如果你原本的要拆掉就会很麻烦 对 你要有很多配套的措施 对那那当然三一三是幸运的留下来啦 所以其实还蛮期待有一天可以再把它从 刚刚说的那个游乐区已经废弃了 什么 对所以我们不要讲出来让废弃 不过其实网路上就查得到 让废弃去增加人家管理的困扰 那你把一个应该可以被保存的老车站 放在一个现在已经废弃的游乐区里面 对 但是被买走的 对被买走 对是这个游乐区买把它买下来 对但是把现在把它放在那里面 不解等于是废弃了吗 对对他其实还是废弃 但是这个需要 应该说如果这个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这个愿望 如果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是火车站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其实真的要有钱出钱有利出力 来去做这件事情 像新北投车站就还算幸运 因为他又从又从彰化 对 又被搬回 搬回台北 当然很遗憾就是他没有搬回原址 哦是哦 就他而且整个方向都不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奇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所谓方向不对是 就是车 开门的方向不对的 就是总之这个车站的 坐 他的 他本来是譬如说坐北朝南 他在坐东朝西 对他是被转动 可是这会有什么样的 你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因为他就不是他原本的位置啦 我们今天把他从彰化救回台北 就是希望他回到他原本的位置 结果你到那边之后 又把他转了一个方向 也不在原本的位置 那其实火车站在原本的位置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 他在这个位置 他存在的事实 对 那是一个事实 可是当他被换位置的时候 后来人就开始以为 火车站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古迹 或者是这些历史建筑 能够不要移动位置 当然第一志愿 就是不要移动位置 那非得移动位置 当然会有他的理由啦 交通因素啊 什么的冲击等等 但其实如果说真的 有那个心 让他回到原本的位置 就是去把他遇到的障碍 一一拿出来检视 来去化解克服 你才是真的有机会 可以让他回到原本的位置 可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那个三一车站 不只回不来 就算回来 他可能应该也剩下 是断源残壁了吧 如果应该没有人养护 但因为他是木头的啦 所以其实木头 本来就是要抽换 对 就是他即使他持续使用 你也很难保证说 这一根就是一百 用一百年到现在 当然可是不会有人去保养 或者是 对对 所以他当然像是蛮可惜的 就是会在一个比较耗损的状态 对对 那但其实这些如果是有经过 就我们以现在的古迹的角度来说 对 有经过测绘 有经过调查研究 嗯嗯 你是有办法去做出一模一样的 哦 哦 是可以把它复刻 因为其实就好像 就我刚刚举的例子是 对 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就 持续在使用的建筑 他没有办法 就是他东西一定会换 对对 只是我可能本来是三年会换一扇窗好了 那我只是在这一次换了百分之九十的东西 是这个概念 那很多时候我们常看到很多民众就会 觉得啊那这是假的古迹 哦 可是真的是这样嘛就是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 我只是这次换多一点而已 它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一个修旧如旧的概念 呃它不尽然等于修旧 因为其实修旧如旧 也是一个应该要被 被讨论的概念 因为不应该修旧如旧 其实我们永远做不到修旧如旧 因为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那个旧 长什么样子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永远做不到修旧如旧 所以应该是仔细的去研究它 了解它 然后去规划出一个最适合现在这个的 这个时代的方式来去修理它 所以其实它其实只是一个修理 只是说我平常修理的程度都很低 不会说一次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都被修理掉 所以其实那只是一个心态上面要去 要去接纳这个事实 因为你不做这样的修理 那其实那也没办法 那它就会永远消失 那我们再谈到这个所谓的旧的山线 旧山线 三亿到旧泰安的这个部分 当然现在应该都变得有点像是观光景点 虽然说没有碰到重大的节庆 没有樱花祭 没有客家樱花祭的时候 有点看不太出来 它是观光景点 可是其实从三亿出发之后 往这个旧的泰安这边去 它其实会有点向上盘旋 会经过包含像是隧道跟高架桥的部分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当然顺兴或者是旧泰安 现在虽然名为是观光景点 但除了去观光看看花花草草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可看之处 其实就是铁道本身 我们在从三亿车站出发之后 就新三线跟旧三线就分开 对 那旧三线就开始往上爬 用很大的露体开始爬山 那这露体下面有 还有一个古老的寒洞 是钻造的 那本来有好几个 但是大部分都渐渐的被水泥化了 就可能被甚至被拓宽 挖大洞一点 然后整个空起来这样子 剩下只剩下一个旧的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它其实就是很旧的一个铁道的一个设施 那还有隧道 我刚刚讲的 快到圣兴山之前的这个第一号隧道 一号隧道它是一个专造的洞门 那圣兴山本身很特别 它是一个木造的车站 而且它很老 它看起来根据目前 可以拿得到的文献 它应该是最古老的一个车站建筑物 真的在台湾最古老 最古老一个车站建筑物 那保存其实还算不错 对 那可能还有一个谣传说 上面有什么为了风水啊 盖了锯齿啊 还有一些图腾 在这个车站的建筑物 那其实就是后兰的 我相信是后兰的 就因为那都是明治年代 在这些拟洋风的房子 常常会有的装饰 所以这个什么风水 大部分都是穿着附会 那车站之外 刚刚讲的隧道 那还有铁桥 所以铁桥就是刚刚讲的 鱼藤坪桥 内设船桥 还有大安溪桥 它们都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桥 那其实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很 不惜服 不惜服 很怕死 就是觉得铁桥也是很危险 那什么桥不危险 我们以前觉得钻灶很危险 因为觉得很容易垮 然后觉得铁会生锈 所以到处 对到处都是钢筋混凝土之后 就觉得铁桥很危险 我们环岛铁路上几乎没有铁桥了 几乎没有 除非有些大跨距的 一些新的 那用比较新的技术 去焊接的那种大铁桥 偶尔有出现 但是其他几乎都是钢筋混凝土 所以铁桥早就都被换掉了 那我们旧山县真难能可贵 就是刚刚讲的这三座桥 它都还是铁桥 而且它们都是日本时代 新建的 但大安溪桥的钢粮 是1950年代被抽换过 不过1950年代到现在也很久了 那鱼腾平桥跟内瑟川桥 他们都是1938年 新山县 不是新山县 就是地震之后 地震之后的这个新的路线 通车之后开始使用的 所以就是1938年到现在 也是很久 非常非常的老 我们在台湾 几乎没有找到这么老的铁桥了 那所以如果真的火车 还可以开在上面是 很帅 对很棒 那这两座桥上面还有明板 明板是 所以明板就是像火车上也很容易看到 就是制造厂 哪一年 你说一个板子上面箱上什么 焊上什么字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找我看 这个1938年铁桥上面还有这样子的牌子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珍贵 好我们今天呢走到的是这个三亿的这个段落 三亿的旧山县的这个部分 我们谈了包含山亿 包含那个盛兴还有旧泰安 那么在此之前其实听伟也跟我们分享到了 因为台湾特殊的这个地质的关系 有很多的这个轨道设施在地震之后 他也重新做了个整理 那大家的未来经过了旧山县的路段 除了去看看花看看人 然后走走铁轨走走隧道之外 也可以去找一下今天 听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 这一些小小精细跟小秘密的一个地方 调头故事馆我是念词 那也非常感谢听伟跟我们做了分享 谢谢你 拜拜